再把它展開 回到我們一條左右的形狀 在這條河流呢 我們首先避一個漆 這個漆代表是 你們單紋口袋的寬度 我們要把口袋放在這裡 我們的衣擺的部分 所以當你把漆比在衣擺之後 我們把這個漆往內折 你會發現 口袋就被製造出來 它就長在T恤的衣擺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剩餘的衣服收回這個口袋裡面 所以呢 我們要從頭的這個地方 把它折回來 折到我們口袋的門口 那通常呢只要再多折一折 我們就可以把剩下的部分 收到這個口袋裡面去 所以我們再折一折 把它收進口袋裡面 那這個口袋式的折一方呢 我們的衣服就自己 把自己包包起來 它不僅長得方方正正 而且美裡面都會保好 而這樣子的口袋衣服 無論你怎麼辦 怎麼滾動 它都不會容易亂掉 那雖然可能看不太到美裡面的圖案 可是這樣子 如果你家有小朋友 然後他還在學習怎麼加入的話 他又很在自己拉開衣會 自己把衣服拿起來亂抽 就非常適合你 對 因為這樣的衣服啊 它就像這樣出起來 它也不會散掉 非常的方便 對 你 如果 你